方国谦一直被冠以历史的罪人出现在世人的面前。方国谦曾在英国留学,是个不可多得的海军人才。但是由于他在甲午海战中几次逃跑,导致了后人对其的偏见。在封海战役中方国谦带领的两艘兵船去朝鲜的途中,碰见了三艘日本的战舰,发生了海战。 方国谦在自己的日志中写道,当时他与日本军舰相互攻击的场面,并且取得了胜利,击毙了他们数十人,因为自己的船只已坏,没有追赶上去。可是在别人的描述中,却不是这样。 当年,英国的商船被日军舰击沉,后被北洋水师的军舰所救。在行驶中,看见了一只挂着投降白旗军舰。而这只军舰就是方国谦所带领的纪远号。 而且当时日军的纪远号也没有遭到方国谦的重创。后来在黄海海战中,方国谦又一次的临阵脱逃了。方国谦带领着纪远号在阵型的左翼,而纪远号却迟远没有在自己的位置中出现。 原来方国谦正在观望战事的发展。随着邓世昌致远号的击沉,纪远号仓狂而逃,因为致远号被击沉。下一个目标便是纪远号。方国谦自知不敌,便逃跑了。 后来方国谦讲到,自己的纪远号里的火炮都遭到了损坏,不能射出炮弹只能逃跑。但是丁汝昌派人前去查看过,上面火炮损坏是人为的。 这也激怒了李鸿章和丁汝昌,并报告朝廷,让朝廷来处置方国谦。后来方国谦被处死,年仅42岁。 有人说方国谦是被刘不禅害死的,因为当时方国谦的同窗好友曾想联名刘不禅,为方国谦说情。 但是刘不禅不肯,因为刘不禅喜欢结党营私,和丁汝昌不合。而方国谦和丁汝昌是好友,所以刘不禅不肯帮助方国谦,才导致了方国谦的死亡。 他的夫人曾对后代说道,方国谦是被刘不禅害死的。但是其后代和友人说方国谦是冤枉的,还列出了证据。 方国谦的夫人曾为夫平冤,因为纪远昊的副手被战死,身上有他的血衣。方国谦目睹了手下的惨死,不可能投降。 第二个证据是,在光绪年间,曾有本书为方国谦伸冤,说出很多内情,说方国谦如何英勇抗敌,不可能投降。 第三个证据是,黄海海战的亲历者也写了一本书,叫做《卢氏甲午前后杂记》,说记远昊当时首当起冲,后来军舰被炸坏,才逃走的。 不管怎样,孰是孰非,后人总有个判断。